在今天封面云带逐渐的往北抬升 所以呢这天气状况来说呢 整个连中部以北都不太稳定 下午以后呢热力作用的降雨 在局部地区还蛮明显的 那明天礼拜六许多朋友还是要上班上课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未来的一个礼拜 包含了下个礼拜的端午假期的时候 这天气状况会怎么样的变化 把未来一个礼拜分成了四个阶段 来告诉大家在明天的时候呢 雨后要转多云了 降雨的状况随着封面带逐渐的往北抬升 降雨逐渐的减少 因为封面已经开始到长江流域了 那高气压势力牺牲什么高压 太平洋高压 到了礼拜天啊 往北走天气晴 中部地区阳光也会露脸 只有在南台湾的部分的南高平 因为西南风的影响之下 有局部性的短暂震雨出现 而午后热对流的降雨还是比较明显 到了下周一 二 三这三天的话 北部的高温可就上看35度以上哦 回到一个炎热的夏季了 梅雨季也结束了 那在中南部来说呢 最主要就是要有点短暂雨 什么时候有雨 偏向于中午以后会有些短暂雨 接着四礼拜四 短午假期的第一天 还有第二天 这两天来说要防晒 要补充水分 炎热的天气温度高 午后真雨的部分山区多 所以短午假期来说呢 回到一个标准的夏季型的天气 南部还是在西南风影响之下 早晚在周四到周五的时候 仍然有点零星的降雨 那我们来看什么 先来看看现在的雷达 最新的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 水汽的发展逐渐的在北部的 还有台湾海峡在往北移动 北部地区今天下午的时候 有午后雷震雨就是这个云层 发展起来 局部的降雨瞬间蛮大的 不过现在呢 雨的部分已经在逐渐的消散了 中部地区海边有点雨 南部地区的降雨状况是零星的 但台湾海峡这边 你有没有注意到 水汽的移动方向正在往着福建 跟浙江的方向移动 这就告诉大家说 整个水汽的发展开始在往北移动了 接着来看到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先来注意到 封面带所在的位置呢 在昨天的时候还在我们南台湾的上空 今天封面带已经开始 逐渐的往北台升 水汽的发展也开始进入 到达了广东 广西 福建 跟包含浙江 逐渐的整个水汽正在往北移动 在未来会在长江流域形成 另外一道封面 整个水汽往北台 而我们台湾上空呢 前半段的封面会东移 后半段的封面的水汽就往北台升 那另外太平洋高压势力 也开始往西伸展 接着来看到地面天气图了 地面图上可以看到封面带开始往北台升 明天后半段的封面就会在长江流域 形成另外一道封面 而北方冷高压就走咯 那我们再来未来的一个礼拜来说 就会随着太平洋高压势力逐渐的增强 而使得梅雨封面停留在长江流域 那就是正式告诉我们 我们的梅雨季结束了 因为再来就是属于炎炎夏日了 来看温度了 先注意到在温度形态来说 因为云层多高温的部分没有上升很多 但明天下午以后 中部以北的降雨都会停 南部地区只有零星的阵雨 那北部跟中部在下午 还有点午后阵雨 东半部地区最主要早晚也有地形降雨 外岛地区的天气在马祖金门 属于不稳定 小丁临两件事情要提醒 山区有物在山区活动的朋友 要特别注意 还有局部性的阵雨 外出活动还是要记得 西带雨具 西带雨具 西带雨具